这名母亲来医院看望受伤的儿子 不料自己却晕倒在地 正好被一旁吃雪糕的朴薰发现 连忙向前查看 她将手搭在南海母亲的胸口 对方的心脏立体图立刻呈现在她的脑海 朴薰叫来两名护士 随后将女子送往急诊室 就当要准备手术时 另一边冲来了一群医生 他们是以地中海为首的内科医生 声称这一名患者由他们科室负责 此时的朴薰只想救人 并不想和他理论这些 就在这时 医院理事长将二人制止 还是将患者交给了地中海来处理 随后男孩和父亲赶到 他们询问起了患者的情况 从护士的口中得知 男孩的母亲已经苏醒 这也让众人松了一口气 可没过多久 男孩的父亲想找朴薰咨询 随着耐心的讲解 男子算是清扯了妻子的状况 他担心妻子晕倒的原因 是手术失误造成的 仅凭眼前的资料 朴薰也无法确定结果 突然 男子接到了医院的通知 他的妻子已经心脏骤停 此时的地中海正在全力抢救 随着几次电击 患者的心率恢复正常 不放心的朴薰和男子一起赶他们 说完地中海便带人离去 而朴薰却认为 患者的情况并未如此简单 但由于不是自己负责的病人 他也不能多说什么 而男子已经不相信这一些医生 他想让朴薰帮忙做手术 如果抢手其他医生的病人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朴薰只能答应 但是必须要得到地中海的同意 随后 朴薰和文科长找到地中海 对方态度非常强硬 并不打算将患者交给朴薰 声称自己吃过的盐 比朴薰吃过的饭还多 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绝不会判断失误 朴薰找到男孩 将这个坏消息告诉对方 此时的男孩很是伤心 他不希望自己的母亲有任何闪失 但在男孩的苦苦哀求下 朴薰还是答应给他母亲做手术 可未经组织医生同意 可能会吊销医生执照 朴薰不想连累其他人 他找到正在看书的吴医生 想让他一起帮忙医治患者 因为他是理事长的女儿 如果对方要追究责任 吴医生肯定不会有事 二人将患者推入手术室 而另一边的地中海 已经发现了患者被转移 随后他带着众人来到手术室 说着还打了朴薰一巴掌 吴医生对他的行为很是不满 可地中海还是不给面子 说着便要动手教训对方 吴医生不在的韩科长突然出现 看到吴医生被欺负 他很是愤怒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 文科长将地中海拉走 化解了紧张的一面 而朴薰却说 原来理事长同意了 给韩科长一次机会 让他和朴薰重新进行一次比赛 来赢得给总理张硕舟做手术的机会 韩科长将此消息告诉朴薰 然而朴薰并没有兴趣 而此时为了救活这一名患者 朴薰算是同意了跟韩科长的比赛 另一个实习医生手术操作失误 导致患者陷入险境 得知此事的院理事长很是生气 如果再次手术救治患者 那也就承认了是医疗事故 患者家属追究责任的话 医院将会承担法律责任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理事长决定将此事压下去 得知韩科长和朴薰要救治这一名患者 他对二人提出了一个无理要求 救不活这一名患者的人才是胜者 此话一出让众人很是惊讶 这也意味着理事长为了医院的声誉 决定放弃这一名患者 由于韩科长已经输了一句 如果这一次他选择救治患者 他将会失去总理做手术的机会 如果朴薰医治患者 那他们将会一比一打平 为了自己的复仇大业 韩科长表明自己不会医治这一名患者 看着如此开心的父子 朴薰实在是不忍心 突然文科长将朴薰拉走 说者就要给他放个长假 让他放弃对这一名患者的救治 得知消息的黑衣男子找到朴薰 并对他提出警告 声称如果他失去给总理张寿舟做手术的机会 那将会杀掉朴薰和他的女友 而黑衣男子并不想冒险 他挟持住在西 如果朴薰不听自己的话 他将结束在西的生命 被迫无奈的他只好答应对方 而就在这时 男孩的母亲突然心脏骤停 地中海的科室人员正在抢救 随着几次变积 男孩的母亲恢复了心跳 此后赶到的朴薰 让地中海给患者做手术 而对方却根本不听他的建议 善良的朴薰想帮助男孩救助他的母亲 而黑衣男子向他投来了威胁的眼神 此时的朴薰非常纠结 但他也不能拿女友的生命开玩笑 无奈的他只好转身离去 没有办法的男孩找到了寒科长 希望由他来给母亲做手术 无奈的寒科长也有自己的苦衷 他回想起小时候医生 救治自己父亲的场景 这让他的心里五味杂陈 无奈的男孩只好和父亲离去 看到这一幕的寒科长很是伤心 他气势汹汹地找到朴薰 而他也有难言之隐 寒科长来到病人的房间 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 正是因为医生的失误导致父亲死亡 他看着眼前的男孩 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同病相连的他决定要医治男孩的母亲 随后便召开手术商讨会 虽然众人都担心会被理事长开除 但还是同意了帮助寒科长救治患者 得知消息后的文科长也很是开心 这也意味着他和朴薰获得了第二次比赛的胜利 赢得了给总理张硕舟做手术的资格 但此时的朴薰却高兴不起来 而另一边的寒科长已经开始手术 朴薰随后赶来 眼前的这一幕让他自愧不如 他对寒科长也有了新的认识 就在这时 医院的理事长和地中海等人赶到 这让手术团队的成员很是紧张 寒科长丝毫不理会赶来的人员 理事长只能打来电话 声称他们继续手术 就让他们一辈子待在乡村医院 无论理事长如何怒喊和危险 寒科长并未理他 可这也无形之中给众人造成了压力 手术继续进行 突然患者的鲜血喷涌而出 这一幕让众人很是慌张 助手们纷纷慌乱不已 本就是违背命令强行做手术 如果患者有什么闪失 他们将承担所有责任 而理事长已经完全想好了 如果出什么事就把责任全部扣在寒科长的头上 由于长时间的未止血 患者的血压正在下降 而寒科长的助手根本无法将血止住 就连手术工具都掉落在地 他的行为让众医生很是失望 再次将工具交给他 他也始终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 眼看着手术要以失败告终 就在这时 手术门缓缓打开 这是朴薰和寒科长第一次联手做手术 由于出血严重 看不见出血点 手术中又不能拍CT和B超 结果朴薰直接将手伸进了患者体内 这一幕让众医生很是震惊 随着二人默契的配合 患者的生命体征也恢复正常 手术顺利结束 寒科长来到父子面前将这个好消息告知对方 而另一边的朴薰却惹上了大麻烦 黑衣男子很快就来到了朴薰的住处 而这一幕正好被外出的蔡西发现 经过再期的劝说 黑衣男子决定暂且放过朴薰 而另一边 医院理事长的儿子想让家属放弃上诉 男孩的父亲却只想要一个诚恳的道歉 但理事长的儿子却认为他们想额前 朴薰带着众人赶到 在朴薰的劝说下 众人纷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也诚恳的对病人家属做出了道歉 此时男孩的父亲很是崩溃 他的情绪也在这一刻释放 在男孩的劝说下 父亲原谅了他们的过错 决定不再起诉医院 由于事情的解决比较顺利 理事长也就不再追究韩科长的责任 通过这次比赛 韩科长和朴薰算是成为了朋友 虽然二人同为竞争对手 但彼此的因素都能得到对方的认可 就在这时 吴玉生给朴薰打来电话 韩科长很是好奇 便接起了电话 两个人的对话充满了尴尬 此时的韩科长也意识到 自己的女友似乎对朴薰颇有好感 此后二人来到了盛溪家 朴薰开玩笑询问吴医生是否喜欢自己 并表示二人不会有结果 惹得吴医生很是生气 此后便转身离开 而韩科长却看到了盛溪一家三口的照片 此后又询问了朴薰父母的情况 听到这个名字 韩科长很是震惊 因为当年正是这个人帮他们母子起诉医院 可开庭的时候 对方却没有出现 这也导致了他们母子败诉 而他不知道的是 当时的朴薰和父亲已经派遣去了北韩 所以错过了开庭时间 而韩科长的母亲因为悲伤过度 也永远的离开了他 这让韩科长久久不能释怀 从此他也多了一个敌人 而那个人正是朴薰 这一天朴薰的小诊所来了一个男人 他没有钱看病 也只能来这种小诊所 可朴薰觉得他的情况并不乐观 建议他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医生对他的情况表示理解 随后开始给他做详细检查 他将手搭在了男子的胸里 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对方的身体状况 他发现男子的心脏严重衰竭 需要做手术处理 而大叔一听到手术就要离开 奈何医生如何劝阻 不想花钱的他还是离去 可没过多久 大叔就被搀扶回来 朴薰决定将他送往医院 因为他的小诊所无法完成这一项手术 大叔随后醒来 看着自己身在医院 起身就要离开 因为手术高昂的医疗费 让他无法承担 朴薰说他会想办法 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朴薰找到了理事长 他决定与韩科长再进行一次比赛 理事长要求一局定胜负 朴薰也欣然答应 并提出了患者的所有费用 由医院承担 虽然理事长脸色难看 但还是同意了比赛要求 随后 朴薰和韩科长开始挑选患者 朴薰选的是刚才晕倒的大叔 症状是心脏衰减 需要植入心室的辅助装置 而韩科长选的却是一名大婶 心脏部分的肌肉出现僵硬现象 两名患者的手术难度相似 只是朴薰选的患者 手术费用要高出很多 看着手术需要的清单价格 理事长很不高兴 他不想无缘无故出钱给患者治病 还是如此高昂的价格 随后 两名患者被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即将开始 而坐在屏幕前的理事长却笑了起来 感谢观看